今天我想带大家冲个塔 这是一台填排的机器 电脑目前它开机是有反应的 不过据当地检测说 它是找不到硬盘 现在需要恢复电脑里面的资料 众所周知 微软是bitlock的大本营 卖出去的机器 如果到手后没有手动关闭bitlock 那是百分百的加密的 别的品牌可能不一定有 但是微软是必须带的 我是先让这名机组 先检查了一下 自己的账号上有没有恢复密钥 结果还真找到了一个 那是不是这台机器的 就无从确定了 因为这个账号还在别的电脑上登录过 不管对不对 至少我心里也有个底嘛 现在压力是全部落到我的头上了 咱们先拿一个PE检测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硬盘 它现在确实是找不到的 咱们进这个设备管理器看一下 这一个NVM1控制器 直接出这一个黄色探号了 现在基本确认 这个硬盘有大概率是掉固件的 小概率可能是遇到坏块 只能先拆开研究研究了 刚才我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机组 机组问我会不会是这个硬盘虚汗导致的 如果电脑检测不到这个控制器 我会怀疑它是虚汗 但是这种可以检测到的 证明这个CPU与硬盘之间通信的信号是已经发出了 只不过因为这个硬盘 它返回了一个错误的信息 才导致它无法识别的 一旦损坏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 如果要进一步检查的话 只能把这个硬盘拆下来做单独测试了 于是我又征求了一下机组那边的意见 我说这个盘恢复的概率可能不高 机会只有一次 我主要是想看一下它的决心有没有动摇 因为之前有网友找我修硬盘的时候 我都已经开始读数据了 然后又临时反悔了 最后也只能无奈的退盘 然后自己再亏两个配件费嘛 这个机器原本是去年12月29号还是32的时候 我拿到的 反正就这两天吧 不过因为配件商那边放假 再加上快递运输的时间 所以又隔了一年 我才把这个硬盘的配件给它搞回来 现在我把这个硬盘给它拆出来 然后放到这个板子上面 看一下它能不能读取到 硬盘这边我已经给它拆下来了 顺带给它值了个球 因为这个主板的角度并不好拍 所以我是在后台直接偷偷操作的 咱们先看一下 这个好盘的上电电流有多少 待会也好做一个对比 好的 这个稳定以后 电流是0.33左右 故障盘现在我已经给它装好了 咱们来对比看一下 好的 这个电流也是在0.33左右 感觉有戏 上机看看吧 兄弟们 我又被打脸了 它这个盘 居然还是掉固件的 它目前的情况是 可以识别到这个硬盘的型号 并且有容量在 但是当你访问这一个上区的时候 它是访问不了的 这个也算是三星的典型故障了 现在是找到了故障 但是解决不了这个故障 才是最痛苦的 刚才我也把这个坏消息 如实的交代了 机主那边早已做好心理准备 他现在希望我可以帮他处理一下 让这一台电脑恢复使用 那咱们就给他装个硬盘上去 接着用吧 恰好我这里就有一个 刚才在料板上面拆下来的硬盘 咱们把这个给他装上去 我也好回血 虽然修电脑不是我的菜 但是顺手装个硬盘还是可以的 毕竟我这里只是做资料恢复的 如果大家有这种绑仔硬盘扩容 或者是修主板修电脑的需求 千万不要直接来找我就好了 毕竟我的专业不对口嘛 先把这个焊盘给他清理一下 硬盘这边我已经给他装好了 咱们打开这个磁盘管理看看 好的 这一个硬盘已经识别出来了 我们格式化一下 然后打开工具 给他先做一下简单的测试 应该是第一盘这一个 硬盘测试这一边 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我们现在来给他装一个系统 对了 在装系统前 一定要把这两个TPM选项 相关的地方给他关掉 防止他再次被锁死 这个机器键盘的四周 我已经用热熔胶给他封起来了 应该不会掉吧 先给他设置一下 系统这边我已经给他装好了 触摸功能也正常 键盘也OK 但我实在没搞懂 像这种不能360度翻转的屏幕 把它设计成触摸 意义在哪里 虽然这一次资料是救不成了 但至少不至于亏这一个料板 在第二周的老化测试过程中 已经有两个盘陆续阵亡了 第一个是1月7号记录到的 系统日志这里报了一个警告 第二个是在1月9号的时候 1月7号阵亡是用来做对比测试的幻影 第二个我是没有想到 它是后面我第二次购买的 金士顿NV2 反而是第一次做过肌肉锻炼的 完美存活了下来 但是金士顿的这个盘 它也并不完全是掉盘 只是会在任务管理器这里 占用一直是百分百 这一种情况 一般是出现了无法纠正的坏坏 然后分区就一直卡在这里不动了 我们用PC3000看一下这一个金士顿 已用的寿命是78% 写了350多T 幻影的这一个就是真的看不到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连击以后就是一个未出始化的状态 目前这一些测试硬盘中 剩余寿命最高的 依旧是三星870QEO 两个都还有93%的寿命 看一下其他的 大家看这一个凯霞 它就是讯了 才第二周 就只剩下百分之十几的寿命了 那剩下的这些盘 我会继续使用Iometer 对它进行大小文件的 混合读写压力测试 看看这些盘通过前两周的锻炼 有没有炼出八块腹肌 思维 我们马苏 і 即 谢谢大家